还是今天继续美国12年第34期 我们还在讲在2020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2019年底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兄长 可以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 都是非常的一致 我们的成长背景也非常的相似 他在2019年先办投资移民 最后又办跨国公司移民 在2019年能够顺利的登入了美国 实现了他的一个美国梦 这个兄长在我的圈内应该是最有传奇水彩的 2020年然后2019年底下 就在我家附近买了一栋房子 110万 当时也是买到了一个相对离失的一个底部 2020年3月份发生渔情过后 我们那一年我们基本上是在一起度过 每一周都会在一起吃饭 每一天吃完了晚饭一起赚路 留完在赚路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家下面那个新房 在盖这个新房 在2020年5六月份 那是渔情最严重的时候 房市最冷淡的时候 是买家最谦在蓝红的时候 又发159万美金 在我们家下面那儿订了一个新房 一个大豪宅 1800多尺 当时没有人敢买了 他下手买了 当时也害怕继续崩盘会暴跌了 他当时问了如果房价再大跌了 会有哪些损失 当然美国那个新房交了定金 当时是交的4万美金的定金 如果要飞鱼 买家要飞鱼 通常就是定金并不收 这就是美国买新房的一个游戏规则 实际上当时是有很多人 不要房子了 把定金都省失掉 有很多这种 所以这个人每个人的一个选择 每个人的一个绝成 每个人的一个认知 一定是决定着他的一个财富 当时是把这些房子 放弃买入房子 最后把定金都省失了 这些买房子 美国的购房子 我相信都是后悔磨叽 都会后悔 这就是这个世界一定属于罗关的 而不属于悲观者的 这也是我一直一个观点 所以说我看问题 喜欢积极罗关向上 这个兄长知道了 美国买房的一个游戏规则 他觉得就赌一把 最多如果再大跌爆跌 我最多损失就是4万美金 实际上回头来看 他买到了一个历史的底部 因为这个是新房 大家知道了此后的 这几年房价是称称称的上涨 他买这个新房 因为还有三井 在2021年顺利交房过后 过去这两三年 现在的新房 没有三井的都已经开盘到 接近200万美金了 有三井的都在300万美金以上了 所以他那个房子就短短的三四年 升至了接近一倍 当然 我说的每个人的财富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一个必然的 在于他的胆量 胆时与他的一个 熊猫的资本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这一年我们在一起 经历了很多东西 人生可以说是非常难忘的 因为能够在渔情当中 一起去陪伴走过这个 让人难忘的2020年 当然我这辈子 他对我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这个可以说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这种情感 我们在人生遇到很多人 我这辈子遇到很多人 很多的恩人 很多的贵人 这位兄长我们的这种交往 他对我的一个帮助 对我的支持 我曾经说过 这需要用一辈子来暴打 这种情感不是亲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 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有这种情感 很重要的是一个 我们三观非常一致 我们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一致 很多的事情大家能够感同身受 他也希望我能够发展壮大 过去这几年的经历 说实在的 这是我走出这些病痛 人生的很多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说我的那个事业的一个成功 发展壮大 他绝对是有一半的功劳 这是一个缘分 然后人之间真的就是这么的奇妙 微妙 大全世界在中国我们没有相遇 来美国相遇了 能够不是亲兄弟 而比亲兄弟还亲 你这种情感 常常让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见 很感怀 这就是人生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 但是真正的能够相互去帮助的 去扶持你的不多 但是人不需要太多 有时候就那么一两个人 可能就改变你的命运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一个节点 关键的节点 所以说把那个公司和亲业拙大 这也是对那个兄长的一个支持的一个誹报 人有些时候这个想一想 真的你回头我们去想 人生真的太奇妙了 大全世界当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能够走到一起 当然这个兄长也是看我的文章 来相遇 我们在成人四五十岁 能够建立这种超越利益 的这种 因为共同的价值 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认知 的这种情感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非常难 没有相当的缘分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然 我说的这个情感是一辈子一生的 我会感应每一个在这个人生路上 每一个帮助我的人 对我有恩的人 低税自恩 永全相报 我对孩子也是这样 我们的很多客人 这几年积累了两倍号客人 而且这个队伍还在扩大 我对每一位客人也是一样的心怀感恩 充满感激 当然 从那个价值来说 我们一定要去给客人创造价值 我们的公司才能做大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品质 这就是2020年发生的很多的故事 其中的一个故事 好 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